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慧兄 慧姐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很高興各位今天來參加我們八月份的東方領袖講座 我想一個月一次的聚會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了非常重量級的貴賓 今天來我們這個協會裡面來做演講 不過我想我們還是首先要邀請我們的理事長上臺先幫我們制止 我們兩位副理事長 那我們今天的講座唐鳳唐政務委員 以及我們所有的會兄會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那真的很高興每一個月我們都期待 那我們上市櫃公司協會的這個聚會 那在這聚會當中呢 我們一定會邀請一位呢 在政府部門裡面 擔任負責政務決策的這個官員 來跟我們的所有企業界的這些負責人 那就政策來做一些溝通 那我們也可以呢 將我們的企業界在整個的政策的這個執行過程當中呢 有哪些的意見可以提供來參考 所以這次互動 那今天呢我看到了這個唐政務委員 那給我們的這個題目 就網路世界當中的這個人際關係 我們這個社交媒體 那我是屬於呢 這個比較老的這一代 雖然我在大學裡面教書 但是我自己承認 我對這個不太擅長 對這個不太擅長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了 在整個的這個社交媒體 所造成的這個群組裡面 他有很多的 不是我們一般的這一種怎麼樣 過去的傳統的人際關係 所可以處理了解 那我們知道呢 這個唐政務委員呢 那麼對這方面呢 他是比我們走得更前面 在我們大家都還 不是在這個裡面很了解的時候 他已經跨足在這 而且他是世界上知名的 所有的很多的這個世界知名的 這些資訊產業的大企業呢 都跟我們的唐政務委員 都有過這個怎麼樣合作 所以今天呢 請他來呢 那我想呢 給我們的所有的東方 這個上市櫃公司協會的會員的 這些企業的領導人呢 可以給我們呢 很多的怎麼樣 更深更廣 有關於網路世界中的 各種呢 產生的人際關係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很高興 那因為呢 我們的劉執行長 劉益成劉執行長 劉益成劉執行長 那對於我們唐政委員 了解更深入 那等一下呢 要介紹的唐政委員 我們就請了劉益成劉執行長 來負責介紹 那我今天呢 很感謝各位呢 在百忙中 都這麼熱烈的來出席 也希望呢 今天透過了這樣的講座 能夠讓我們各位呢 在企業經營上面 經過網際網路人際關係的了解 能夠讓各位呢 在企業經營方面呢 能夠獲得更多的成長 好不好 歡迎各位 也謝謝各位的參與 謝謝 好 謝謝理事長 那我們是不是 接著馬上來歡迎我們 劉執行長 中國信託的劉執行長 來幫我們介紹今天 我們主獎貴賓 請大家掌聲鼓勵 謝謝今天所有參加的會員 尤其是主桌的所有的貴賓們 那等一下要麻煩大家 先做一件事情 等一下大家在螢幕上看到一個網址 請不習慣用智慧型手機 沒有什麼智慧的 也要上去這個網址 因為我在邀請唐鳳唐政偉的時候 我第一個擔心的事情是 他會被要求 我們就直接用Teleconference 或用影像就來演講 還好他答應本人出席 但是等一下提問的時候 就需要在網路上提問 我們沒有發言單 如果你要匿名的話 就請在Login網路上的網址 那我先唸一段話 這段話是 我覺得 這個 這個 唐鳳唐政偉最感動我的一句話 除了大家都知道了 什麼智商180 這個我們柯P都不敢相比的智商 或者他成長的天才兒童歷史 這段話應該是你說的沒錯 讓我們說出真心話 讓所有人 能無故忌的表達自己的情感 一切言論審查 包括自我審查 都是系統的缺失 拒絕審查 本身就是激進的政治主張 這是唐政偉所說的 那大家應該都知道 其實包括我自己在金融業裡面 在政府裡面工作 我都是一個不斷跟不同意見相抗衡的人 但是我自己覺得我的不同意見 其實跟他相比實在是差太多太多了 那在去年10月1號 唐政偉回來接政偉之前 其實他曾經在網路上接很多很多問題 其實很多問題是我丟的啦 其實我擔心的事情是 他到底能不能適應台灣這個機構 不過轉眼之間 已經快要一年的時間 電沒有了 不過他人還在 那我講一個故事 作為今天的開始 就是我大概四年前回到中國信多 希望在金融業推動一些新的改變 包括社群的行銷 包括做一些Fintech的時候 我每天會問辦公室的同仁 什麼是你覺得最重要的新聞 那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時代最大的影響是世代 就是年紀比性別什麼都來得重要 你可以跨領域 你可以跨性別 但你要跨世代 其實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三年前的有一天 我們公司剛好選出了兩篇最重要的新聞 四十歲以上的人選出來的是 Cillary 用私人信箱處理公務 同一天 三十歲以下的人選出來的新聞是 顏雅倫認為下雨會導致地震 你們不知道笑點在哪裡 因為你們不認得誰是顏雅倫 但是我看到這個1984年的子偉就笑了 你也笑了 那這是一個完全世代的差距 你所聽到的故事 你所知道的東西 通常都是你的朋友在Facebook上 在Line上面轉給你 連新聞的主控權也都是別人轉給你的 你看到的世界可能跟正偉看到的世界 跟正偉的辦公室主人看到的世界 跟我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樣 像去年曾經發生過釜星事件 可是是到很晚很晚之後 大概一個多月之後 自由時報才是主流媒體第一個報導 後來在PTE上的包括蘇美跟苗伯亞的母豬教事件 在座各位應該沒有人聽過 但是正偉一定聽過 那這樣一個世代 我們要怎麼處理這些事情 那接下來我要特別推薦的是 我都不介紹他的豐功偉業 各位只要上這個wwwgoogle.com 就是可以查得到 因為正偉有他的危機 那除了查他現在的名字唐鳳之外 你也可以再查他之前的名字叫唐中翰 但是他還在當天才少年的時候 那現在少年弟子江湖老 他是天才中年了 如果35歲在舊的時代是中年的定義 那接下來我就不多說了 所有的東西我們都請這個唐正偉現身說法 告訴我們什麼是他眼中的世界 謝謝正偉 好 非常感謝這個大家可以邀請我到這邊來 那在我們等頭影幕的時候 我先用口頭講一下好了 就是如果各位有手機的話 那如果拿起手機可以連到slido.com 就是現在正在跟這個日期疊在一起的這個網子 這個網頁呢 它進去之後呢可以輸入一個代碼 那這個代碼就是今天的日期 0815 那輸入之後呢大家就會到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那通常呢我在演講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簡報的 然後也不會有這個預先的提問單這些 通常都是以大家就是實際在線上匿名提出來的一些問題 大家覺得希望我回答什麼 希望我講什麼 那我就及時的在這邊回答 那如果大家看到有人已經提出的問題 是你已經想要問的 那就按讚就可以了 然後呢它就會直接浮到上方 然後會用按讚的數量比較多的 這個問題呢開始回答 那當然如果這個在中間有任何 可能沒有帶手機的朋友 或者這個手機連線連不到的朋友 因為現在挑電嘛 那我們這個也隨時這個歡迎舉手 然後或者不舉手直接發問 我想是當作一個conversation 當作一個就是說話彼此聊天這樣子的方式來進行 然後我們表定的時間是到幾點啊 6點5 直到6點5時 所以我們就在6點5時之前 我盡量的把所有的這些問題來收攏 那通常呢就是一開始這個還是要ice breaking 一下 所以我會秀一個基本的簡報 那這個簡報是之前這個曾經大概一兩個月之前 報紙上面曾經說唐鳳要在這個數位國家創生經濟 DigiPlus方案裡面去推一個所謂的平靜科技 或者所謂的寧靜科技 comtech 那當然呢有一些這個比較有政治想法的朋友們 就說這個是要在臉書上面 讓大家都沒有辦法貼文的一種科技 就是所謂的把別人寧靜掉的科技 但是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這個所謂的comtech 它其實從1995年左右 從大概全路實驗室那個時候開始 大家在研究的一個技術 這個技術是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現在隨著 剛剛就是主持人引言人有講到 隨著這些社群媒體 social media的發展 好像大家越來越活在彼此不同的世界裡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本來呢在紙本媒體的時候呢 大家是可以全神貫注的看完一篇文章 然後再去分享 像我今天有請這個我們辦公室主任 先就是印了我的算是工作報告吧給大家 那在紙本的情況下 或者這種我們叫long form 就是一個比較長的文件的情況下呢 大家是可以進入一個共同的一個想法裡面 然後再來就是論事彼此討論 可是隨著手機的出現 大家就變成是說我們叫做未看先轉 為什麼呢 因為你把它看完 需要可能一分鐘的時間 但是你按分享 只要兩秒鐘的時間 而且在以前呢 部落格也好 或者一些線上的媒體 你要看完底下才有分享 但現在不是啊 現在是你先看到分享 然後才有一個閱讀更多 所以這個介面的設計 就使得那些用聳動的標題 用聳動的圖片 或者是用各種各樣子 就是攫取人大概六到八秒鐘的 所謂第一系統的注意力的這個方式 就會先轉起一波來 就是說先在網路上面蔓延起來 然後接下來才是就事論事的討論 可是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大家動員的 就不是就是實際的理解 而是情緒 而這裏面的情緒又以憤慨 作為這個動員最容易的一個情緒 所以到最後就會變成是說 網路上面對於某些關鍵字 看了會憤慨的人 自己變成一個同溫層一個小圈圈 但是呢 對很多別人來講 這個關鍵字我根本 對我沒有意義啊 我幹嘛憤慨呢 然後呢 但是卻對別的關鍵字 或別的圖片 會感到憤慨 然後呢這樣子 一方面就是大家的 注意力的時間越來越短 二方面就是說 大家關注的事情 越來越多是那些不同的關鍵字 所以當時呢 在全路Park 他們發明了一堆有的沒有東西嘛 但是呢我覺得這個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雖然它一下子沒有辦法 變成這個家喻戶曉的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就是說 其實就是因為 手機上面跳出通知訊息 就是因為大家的Line 或者是Facebook上面 有999 Plus 有一個紅色 你一定要把它按掉啊等等 我之前在矽谷 花了大概八年的時間 就是在設計 這樣子的Social Media 但是是在這個 Enterprise裡面用的 那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都覺得說 欸這樣可以幫大家省時間啊 有什麼事情發生 你不用寫E-mail 你就可以通知給你同事啊等等 但我們沒有料到的是說 只要在手機上面裝了 好比我們寫的 叫Social Text 裝了呢確實是生產力會有提升 但是呢 當你同時裝了這個 也裝了Line 也裝了WhatsApp 大概到三個的時候 就會有大概像雞尾酒 這樣子的一個效應就會出現 就是每一個東西想起來的時候 腦裡面沒有超過十秒鐘的 那個處理時間 別的東西又想起來了 或者還沒有處理完 你就在想別的了 那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每一個好像在腦裡 都沒有完全處理完的樣子 然後呢大家的可用的時間 就一直一直縮短 然後就有一種 欸突然間一天就過去了 大家好像從來沒有下班 這樣子的情況 那這個也是我們當初 寫這些東西的時候 沒有想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呢 在業界的一個想法 就是所謂的ComTech ComTech就是這個技術 它在執行的時候 應該盡可能的 不要讓人覺得它存在 那我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來講 就是像剛剛的這個Slido 我們在Slido上面投影的時候 其實各位眼睛看的方向 跟我是同一個方向 然後呢在大家提出問題的時候 同樣的大家在輸入的時候 也不會打擾到其他人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 我在操作的時候 不像一個筆記型電腦一樣 好像擋在我的視線 跟各位的視線中間 各位在使用的時候 也不像是填發言單一樣 有很大的大肌肉的動作 讓旁邊的人覺得 欸好像被打擾 也就是說它盡可能的minimize 盡可能的極小化技術 在促進人跟人之間 互相溝通的時候 對人造成的干擾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叫做ComTech 大概是這樣子一個想法 好 那因為我有答應說 這個只要有幾個具體的問題 我就回來 所以雖然後面還有簡報的 但是呢我就果斷地放棄了 所以我們來實際來處理這個問題 那這個其實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像這邊有五個讚 那就表示說我回答一次 我就相當於回答了六位朋友的問題 所以呢它是一個蠻有效的 節省彼此時間的一個方法 那這位朋友問的是說 請問在體制之內 工作的困難何在 這非常好的問題 我現在在行政院裡面呢 擔任政務委員 那我的工作其實就是 協調各個部會之間 好像三不管地帶 的這樣子一件事情 那如果這種新興的事物出現了 好比像說大家可能知道 Uber在進入台灣的時候 就是三個部會 各自覺得是彼此的事情 或像這個電子競技選手的時候呢 同樣的文化部覺得 這是一種運動 然後教育部覺得 這是一種產業 產業部覺得這是一種文化 所以就是說 大家就會覺得說 我們分工是非常行的 但是合作呢可能就比較困難 那所以政務委員這個職位呢 基本上就是在 新興事物發生的時候 來確保說 各個部會 各自都要擔負 他們應該擔負的事情 但是又不會被過度規則 過度規則的意思就是 他領了三分之一 可是剩下三分證 明明不規他管的 也變成他管了 那這個事物體系最怕 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我想工作上面 一般來講在協調的時候 因為我入閣之前 已經是幫蔡玉玲前政務委員 工作了大概一年半左右吧 然後在之前的 就是幾位相關的政務委員 張燦珍當時還是政務委員的時候 前院長等等的 他們這些做法 其實我大概都有基本的了解 那他們的做法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任何人都可以 直接E-mail他們 那這個其實在官場是 非常非常難得的一個情況 通常都是你要層層的往上 再跨一個部門 再層層的往下 那但是呢我進去之後呢 我基本上就是 而且沒有用私人信箱 就是用院裡面的那個信箱 然後呢跟資訊處談一下說 這個quota實在太少了 把它加到這個10G以上 那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直接的聯絡我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也是在 前面這就是兩位前政務委員的這個基礎上 所做的事情 就是說我自己在主持協調會議的時候 凡是我主持的呢 我一律都做成竹字的記錄 那這個竹字的記錄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可以讓任何事務官可以說 欸我當時有一個創意 可是不會因為我提出這個創意 好像整件事情就落到我頭上 因為你可以隨時回去看竹字記錄的時候 它講的到底是哪一個部分 它不會變成一個會議 變成被會議做最後才是的那個主席就是我了 不會變成被我操控 而是變成大家都知道事務官它的專業 以及各自所負責的區域 然後呢 因為這個原則是我當時在課發會 就是在做十二年國家課綱的時候 當時因為高中升反課綱 大家都不相信課發會 所以我們就說用這個來取代錄音 然後呢不會有五分鐘五分鐘的錄音流出 然後就上了頭版 而是任何事情都不會被斷章取義 回到這個主子稿來 那所以呢 當我在院裡面推行這個時候 我本來以為會有阻力的 可是後來呢發現專業的事務官 都很希望被外界認可 也都覺得說 因為他們本來的這個做法是 就是如果有錯的話 那都會掉到事務官 因為鄉民肉搜很厲害 但是如果有credit的話呢 都是政委的credit 就是都是政委英明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沒有人要創新啊對不對 如果換成我 我也不要創新啊 但是我因為就是採用了這種 可以直接聯絡我 而且會逐字記錄 逐字記錄是大家確認 十天之後沒有問題 然後呢一些聳動的 可能字眼要拿掉 之後再把它公布給外界 那外界的利益關係人看了 又可以直接聯絡我 我在下一次會議裡面 又把它唸出來 這樣反覆的這樣溝通的方式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事務官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是反轉了 就是說他們如果有什麼創意 有好的想法 全國全世界都知道 這是他的創意 他的好的想法 然後呢如果這個實驗呢 有什麼問題有什麼錯誤的話呢 當然是主席的問題啊 他只是在會議裡面 提出一個想法而已啊 最後我要負最終責任 所以也就是說我把他們的 期待的那個 仇賞跟風險的矩陣反轉了 然後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發現 協調很順利 都沒有問題 然後呢其實事務官 是相當相當有創意的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困難 就是要說服事務官相信說 這一套這個透明的方式 不是我要從他們身上取得credit 也不是我要把我的風險 轉嫁到他們身上 剛好相反 他們的風險 可以轉嫁到我身上 credit都是事務官的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真的目前為止 都還蠻順利的 有九位朋友認為 這個一例一休這個政策啊 這個響應這個 林策仁老師的想法 此題尚無解啊 執政當局何以執迷不悟上 一一孤行 這個幾乎我到每一個地方演講 都有類似這樣子的 Wording的題目 我想是這樣子嘛 就是一部分 它當然是 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就是說一例一休 或者是我們說 週休二日 或者說有一些 加班的這些計算方式 出來之後 如果剛好是在一個 人力充足 然後又可以補上這個 員工等等的這些產業 它其實在調度上面 並不是那麼困難 但是因為本來很多企業 本來就已經在 就是被轉容量 就是人力的被轉容量 可能已經 就是不上幾趴了 那突然之間再過來這個 雖然說有一段 很長的輔導期 但是確實會 會碰到問題 這是一個結構性的 另外一個就是 一些特定的行業 我記得當時 剛實施的時候 我們青年諮詢委員 就有report說 他是就是做 我記得是好像潜水員吧 然後呢 潜水員呢 他因為上來之後呢 要就是慢慢減壓 這個減壓的時間 都算在公眾時數裡面 所以怎麼算呢 他都一定會違反勞基法 那像這樣子的情況 其實也是一開始 在制定的時候呢 可能真的沒有想到 然後是一個一個一個 去經由函事來處理的 所以我相信 不管是結構性的 還是在就是特定的 工作領域上 勞動部 就是我們目前就是 美術部長 都很樂意去一個一個 這樣子溝通 但是很多朋友 會覺得說 那你與其就是先 就是全部緊縮 然後再一個一個溝通 為什麼不你就先回到 本來的狀況 或至少回復一半嘛 那然後呢 再來討論 那因為畢竟 我真的不是督到 勞動部的政委啦 所以我很難跟大家 promise說這個政策 一定會怎麼走 但是我蠻同意就是說 之前在送到立法院 然後立法委員 就是也有一些加碼 的這個過程裡面 確實當時是可以 調查或者溝通 真的可以是做得更好的 這個我是絕對不會 粉飾太平 有一位這個司徒說這個 如何在網路社交媒體上 兼顧以下的面向 一 個人隱私 二 觀點接受的多元性 三 確保訊息接受的重要性 能兼顧社會脈動 與知識重要性 對於更為高度圖像化的社交媒體 例如像snapchat或者instagram 是不是能夠導致深度高層次 觀點的表達與溝通 還是會退化為 以貌取緣的網紅生態 這個就是一個rhetorical question 是一個修辭式的問題 這位已經了解到說snapchat和instagram 本來就已經是 淪為以貌取緣的網紅生態 這個確實是 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因為snapchat和instagram 它本來就是最大化的 我剛才講的一個圖片 一個訊息 它就是要攫取 你那一刹那的注意力 然後激發起某一種認同的 或者分開的一種感受 它也沒有要做別的 它全部就是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自己對這方面 其實是滿樂觀的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其實在一片這種很小的玻璃上面 去看訊息 其實真的並不是一個很舒服的體驗 為什麼大家現在都這樣子做 純粹只是因為沒有更好的載具 同樣容易攜帶 但是卻又可以有比較多的看的方法而已 那當然一部分是說 我當然接下來有一些科技 像就是可囊式的這個顯示的螢幕 可以像紙一樣使用的 就是比較大的可以展開的 或者是說這個AVR AVR也不一定是大家想像的 就是一定好像是你要帶個紙盒子 把手機放到面前 它也可以是用類似廣場的原理去 在這個房間或用這種半投影的方式 就是去讓人看到更清楚的 就是2.5V或者3V的這種影像 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受就是 目前的顯示技術的影響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好像什麼東西可以一剎那 攫取注意力就好了 因為這個東西它真的 手機真的不適合去做很長篇的閱讀 所以當然就是在上面最流行的東西 沒有辦法要你去做長篇的閱讀 或者是更進一步的engagement 但是像我自己 基本上我已經不太用電腦了 也不太用手機了 我就是用大概10寸的這個大小的iPad Pro 然後配上紙筆 那我覺得這件事沒有紙啦 就是筆 但是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一方面這個是具有共享性的 就是我想到什麼畫到一半 我可以直接拿給你 然後你可以把筆接過去繼續畫 然後第二部分就是說 它沒有什麼上手的困難 手機的話你還要就是全身貫注的 往它的方向看 然後你的手指啊什麼東西 都被調動過去 但這個東西就跟一張紙一樣 是我們可以一面講話 然後我一面在上面畫的等等 那我一方面當然這個是 目前還比較昂貴 然後二方面是它還不能捲起來 但是我還蠻相信就是說 接下來的載具 大家會比較多的能夠回覆到 能夠像我們這樣子面對面 知道彼此的注意力在哪裡的這個情況 而比較少的是在手機上面 尤其像現在直播時代 在手機上面看直播 其實真的並不是一個非常愉快的體驗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還蠻樂觀的 就是一方面是頻譜上面 到5G的時候直播變得非常非常容易 你不用特別再去找設備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這個 device 本身它的彈性會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受到 這一代的顯示技術的影響 那當然這一位 其實一共有三個問號 所以同時問了三個問題 那另外我就快速回答一下 就是說我覺得個人隱私跟觀點接受的多元性 其實是互補的 它不是互相衝突的 因為如果我們現在 好比像說在Facebook 或在其他的社群媒體 你讓他知道一大堆關於你的事情 把所有的個人的編號都餵給他 那目前它要最大化的是你在上面停留的時間 因為想要賣更多廣告嘛 所以它就會去把任何你有互動的東西 最大化的給你 那當然看起來會造成多元性的減少 但是像我在用臉書的時候呢 我是用了一個瀏覽器的一個延伸套件 意思就是說去改變瀏覽器的功能 那一共有兩個改變 一個是說把臉書的那一面牆 整個都拿掉了 我可以去看一個人的profile 我可以去一個社團 我可以去一個群組 我想到誰我就去那裡 就跟去一個網站一樣 但是呢臉書沒有辦法再自動推送東西給我 我永遠不會看到我預期之外的東西 所以呢我現在不管在做任何的政策 或者是要不要再做數位國家 或之前在做社會企業等等 我就是用那一個關鍵字去搜尋臉書 然後不管是誰PO的 我就跟那一個關鍵字相關的人進行互動 那這個就是打破同文層的一個很好的方法 但是如果我一開始還是習慣 就是臉書推給我什麼我就看什麼的話 沒有辦法進入這樣子一種跟任何人互動的情況 也就是說是用這樣的方式來確保多元性 那另外一個我有安裝的呢 叫做Quiet FB 它是就是我弟弟唐宗浩寫的一個東西 它就是把臉書上所有的圖片都變灰階的 所以說呢你要滑鼠移上去才看得到顏色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情緒上面就不會被綁架也不會被污染 但你還是知道就是那個臉書上面想要傳達什麼 如果它真的是一片很漂亮的照片 還是可以移上去 那這兩個加在一起 其實情緒的這個反應就不會被綁架 不會被綁架之後 它就真的比較像一本書 而比較不像是就是會不斷的打斷你的注意力的東西 所以就是說Comtech這個概念 它除了我們在設計對話 設計平台時候使用之外 它在自己使用社交媒體的時候 也可以去這樣子運用 大概是這樣 有人問說雖然有開放政府 但是還是有很多爭議性高的政策一直出現 政府的溝通能力還是不足 為什麼 確實就是最有意願溝通的政府 跟最會溝通的政府 中間需要非常久的練習 不是說這個最有意願馬上就會變成最會 這個是絕對沒有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裡面有非常多 就是一部分就是從公務員的角度來看 它要相信各位要相信民眾 要相信這個一般的大眾 對公務員來講其實是有點違反本能的 對於很多的專業的事務官來講 如果當我說這個擴大參與 或這個擴大透明的時候 大家腦裡第一個想的就是 可能民粹啊報名啊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這種 這種很負面的東西 那我們在做的工作就是 不斷的讓大家看到說 你現在把事情講清楚 講成大家能夠聽得懂的樣子 未來可以省掉非常非常多溝通的成本 如果現在大家有五千個人 在網路上面連署 告訴大家說政府哪一件事情做錯了 哪一件事情應該要改變 你現在去好好的面對面去處理 這樣子的訴求 會比之後五萬人到馬路上面 要省的時間要來的多 那當然這些都需要一種 比較像是攤體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現在花一些時間 可以省掉未來的時間 但我覺得在這裡面 資訊工具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如果我們在網路上面 有這種自動回應 自動製作問答集或剛才講的 就是這些自動讓事實傳播 比謠言快的一些工具的話 那對公務人員來講 他立即可以省掉的一件事情 就是被重複索取資料 因為其實公務人員 對所資這件事情 不管是立委來要資料 這個他的長官要資料 記者來要資料等等 其實都已經不生其煩 所以說我在一開始的一個貢獻 就是我把一個整合式的系統做出來 就是問答集的這個系統 那是在前瞻基礎建設的時候 然後就跟大家說你只要回答一次 回答一次之後我們的機器人 然後還有包含我們的這個 線上的這種直接的連結 自動闢謠的這個系統 還包含民進黨的直播 這個所有這些東西都會幫大家 把大家答的那一次 盡可能放大讓更多人了解 那這個其實是事務官 可以買單的一件事情 但我要講的就是說 每一步的希望大家更開放 都必須要配著 要嘛讓它降低風險 要嘛讓它更省力 通常這兩個要一起發生的情況 事務體系才會願意往前 所以每一案可能都只能往前推進一些 推進一些 但好處就是大家搶到甜頭之後 這就不是這個唐豐政委 這個一意孤行要推的政策了 而且下一次再出現的時候 好比想說勞動部就會說 一例一休 當時這個確實啊 這個光是接大家的電話 說是不是禮拜六 禮拜天才能排休假 那大家就已經三個顆癱瘓了 那我們引進了這個問答系統之後 確實降低了他們的loading 所以在接下來 發生任何溝通的時候 他們就想到說這真的有省到力氣 所以我覺得還是一步一步啦 就是要因勢力道嘛 有位朋友問說網路的民意 跟真正的民意的關聯度 非常好的問題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就是我們以前在網路上面 大家可能有看過一些新聞的一些投票 就是說你看了一個新聞 然後它馬上要你投這個 這是一件好事還是一件壞事之類 那個真的不能叫做民意 那個就是一個一時之間的感受 它基本上甚至受到它的取得標題 甚至它的自行都可以決定你要投試還是投否 因為那不是想過之後再做的事情 那是一瞬間的事情 所以當我們在網路上面搜集民意的時候 我們都不是用這樣子的方法 我們是透過一種逐漸逐漸聚焦的方法 來進行工作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 我們現在常常在網路上面搜集民意的這個網站 叫做V台灣 那V台灣呢 上面當然有非常非常多個不同的題目 像我們在處理無人機啊 這個無人載具的創新實驗 共享經濟啊等等 那我們在之前呢 其實處理過非常多個case 那好比像說Uber這個case好了 那我們在Uber這個case在處理的時候呢 我們就有一個原則 這個原則就是說 只要大家在網路上面提出的意見 能夠說服網路上其他的大多數人 我們透過三個星期或四個星期的這一段時間 我們就直接把它拿來當作跟Uber談判的一個論據 因為這個就反映了民意嘛 但是呢 這件事情呢 它不是我們預先擬好一些問卷 不是 是跟今天slido一樣 就是大家自己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 好比像說這位這個張龍心 表示就管理面 除非Uber承認是自己虛擬交車公司 不然管理是比較弱 這句話其實意義不是非常明確 但你可以贊成它或反對它 假設你反對它好了 那又會跳出另外一件事情 然後你可能又贊成它或反對它 隨著你的贊成或反對 這個代表你的這個頭像 藍色這個圈圈 它就會在這個不同的群眾中間去遊移 那這個不同的群眾 其實是靠集氣學習 等於人工智慧去進行分群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左邊這邊覺得搭車這個時候是有風險的 那右邊這邊呢 其實呢是不覺得有風險 而且除此之外呢 這個如果不趕時間 就算馬路上面有許多計程車這些人 還是會叫Uber 左邊完全沒有這樣想 然後呢 在上面這邊呢 是在依納稅的 然後在底下呢 是對這個交通部的責任等等 要明確標示 可是這個系統的特點就是說 在網路上面 如果你是用一般的問卷的話 感覺好像非A級B 因為通常都是單選題啊 然後如果是像在Facebook上面留言的話 通常越留言大家越敬畏分明 可是這套系統呢 它可以自動歸納出所有人都同意的部分 所以不管剛剛分成哪四群 所有人都同意說 載客司機要保意外線 然後乘客責任線 然後呢 大家應該充分表示意見 不應該進行停業 然後最重要還是安全第一等等 也就是說 即使大家看起來這個B4炒得要命 大概過了三四個禮拜之後 我們真的有整理出一系列的共識 然後直接拿著這個共識去談判 那在後面的很多案子裡面 也都用相同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我覺得網路上面的意見 它跟民意的扣合的程度 完全看我們蒐集意見的方法 如果蒐集意見的方法 是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政府把手上的資料全部都攤出來 然後呢 大家有一段時間彼此工作 然後呢 這個是在一個收斂的空間 而不是一個發散的空間 那它跟真正民意的關聯度呢 就比較高 但是如果是只是讓大家 一兩秒鐘的感受 就是發洩出來的話 那當然跟真正民意 一點關係也沒有 那我覺得大概是可以這樣子回答 有一位朋友問說 台灣的中小企業的老闆的年齡偏高 如何幫助他們運用數位科技 這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年齡的這個高低 它只是在學習新的輸入 或輸出模式的時候 它可能需要比較長的一段時間 其實全部就是這樣子 它也沒有什麼就是一定不能學新東西 所以我一般來講 像我在之前課發會 或者是舉例來講 像我媽她最近才剛選上他們社區管理委員會的主委 然後口號也是什麼公開透明 然後她就把我這一套全部都搬去用 那他們社區平均這個委員都已經可能六七十歲了 但是因為採取的這個方法 採取的這些技術 它用的就是這種最基本的投影 然後就是最基本的這個 你在紙上輸入也沒有關係 就用拍照的方式它數位化 就是大家已經熟悉了 或已經習慣了 或者如果大家平常就有在用LINE 那就繼續用LINE沒有關係啊 重點不是在用什麼工具 而是這些工具 怎麼樣結合的方法 所以我們在引進這種所謂輔助式科技的時候 首先就是要求不上身體 就是說不要大家付出太高的學習成本 然後呢即使就是買這種比較貴一點的設備 它只要它的操作上面 是跟它本來用筆是一樣的 或者如果是用Room-based VR的話 那甚至你可以直接用手啊 就是完全不用再去學一套方法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就算是年紀大的朋友 它也是一下子就可以適應 反而是說如果你要省錢 然後把大家都關在桌機前面 然後再用那種爛爛的滑鼠 那當然沒有人想要做啊 一定是本來做的紙啊 這樣子比較方便 所以我覺得還是 重點還是那個輸入的模態 有多少能夠是用Comtech的這個概念 去不要讓它把注意力放在工具上 而是更多把注意力放在彼此之間溝通上 那如果能這樣做的話 其實數位科技要導入並不是很困難 因為朋友問說前幾天報載 我要去矽谷 確實我9月初要去矽谷 目前亞洲連接矽谷計劃執行的如何 這個連接我一定要把那個點唸出來 因為我們這群這個呆過矽谷的 這個對本來這四個字 亞洲矽谷是非常感冒的 這就像是這個 如果有人很喜歡金城武 然後有人說它是桃園金城武 那就會很不高興 因為覺得好像是一個山寨啊 或一個冒牌的版本 那後來加了一個點 所以就既不是這個 金城武要搬來桃園 也不是桃園都要變成金城武 而只是這個亞洲跟矽谷中間 要有資金人才這個 以及技術上面的連接 那我覺得這個連接 其實真的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亞洲連接矽谷計劃 目前經過接近一年 我想最大的一個幫助 就是去把我們在創新創業生態系裡面 尤其是跟物聯網相關的部分 所有卡住的法規 然後都盤點了一遍 那這裡面當然很多朋友很在意 好比像說外國人才這個 劉台這個專法 這個當然已經送到立法院了 有很多朋友在意這個 金融實驗的科技創新實驗條例 這個也已經送到立法院了 然後還有一些最基本的 像數位通訊傳播法這些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亞洲連接矽谷 大家在這樣子盤過一輪之後 都發現說 我們現在的法規調適的速度 過於緩慢 很可能是大家最覺得風險高的 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這個一個好的主意 然後看起來也可以釋出一個 business model 然後又有一個不錯的事情 model出現了 但是立法院平均要可能五年才通過 那這樣其實根本不可能有人投資 也不可能長出任何東西來 所以說我們目前智力在做的就是說 我們先把金融創新實驗條例送進立法院 然後接下來就會有一種 就是有系統的違反法規的申請就會出現 那希望他們先過 過了之後呢 任何有新的試驗的朋友們就可以申請說 OK我六個月十二個月我就要違反不只經管會 別的部會也可以 等哪些法規命令 然後在這中間都不可以處理行政罰還 但是in exchange作為這個對價 我就是會把我的實驗的過程 實驗的結果 中間不會破壞個子隱私小寶等等 的這些部分都把它公佈出來 那這樣子做完之後呢 最後有六個月的時間這邊去募資 然後在法律這邊呢 法規這邊我們公告兩個月把它調適完 那我們就有系統的把它調適好 那我覺得這一點是蠻重要 就是說接下來經管會也好 其他部會也好 至少在收到這些申請的時候 它是跟大家站在共同學習 而不是預設規管的立場的這個角度 那所以如果這一套做出來之後 以我所知接下來就是 無人載具的這個創新實驗條例 那就是跟特定的地方政府有關係 再往下就是可能中小企業條例裡面 也會有各種各樣新型態的 可能不是金融的創新實驗 都可以去進行實驗 那我覺得這個是亞洲聯結西谷在盤過一輪 就是創業家以及業界給我們的意見之後 提出來一個最具體的一個建議 那當然還有非常多的就是包含人才啊 資金啊這些引進 不過這些就請看ASVDA 他們有一個官網 就是yweb.asvda 就是亞洲聯結西谷計劃執行中心 那因為這個亞洲聯結西谷中心的五長 其實是就是at arms lens 但他們並不是公務員 而是就是一起來協助執行的西谷的朋友們 那所以說我們基本上就是每季確保他們 處理的方向大致沒有問題 但實際進行的方式 基本上是完全放給ASVDA的朋友們來做 所以也很歡迎大家想到什麼 就直接在上面告訴我們 有位朋友說V台灣看起來沒有幾個人 雖說理論對但參與人太少怎麼辦 這邊要講的就是說V台灣它並不是一件公投的平台 如果你要公投的話 當然像Uber這麼大的題目 你當然會希望它這個捲動上萬或甚至十萬的人 那但是呢我們在即使是Uber這一案的時候 捲動到的人可能也只有上千而已 那我們現在在做好比像說創新實驗條例的這些東西 實際來的人我們也有 在後台也有統計也就是上千 那但是呢我們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們討論社會企業討論創新實驗條例 討論Uber Airbnb 或者討論這個之前的遠距教育啊 所有這些東西 每一個客群都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每一次每一個題目是不同的五千人 而不是說就只有同樣的這四五千人 在關注V台灣上面的每一個題目 那這個告訴我們的就是說 我們在剛剛的大家看到那個map裡面 想要收集的並不是好像公投一樣 這個什麼上面兩百人就很多啊 左邊五百人就很多不是這樣 我們要收集的是這個diversity 就是這個面積是說 大家對於這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盡量不同的盡量多元的觀點 我們是把這個觀點來當做我們接下來的談判 就是線上開會用的這個議程 不多也不少 所以這個真的不是iVoting的平台 它不需要這個可能 就是大家註冊五百個帳號來 投票都投一樣 那樣沒有意義 因為那樣就是在同一個點上 所以不管這個數字是549還是54900 對我們來講是一樣的 我們想要知道的只是這件事情 有哪些不同多元的觀點 是專業的事務官可能有miss掉的 所以當然就是說 目前都確實都是在就是百人千人的這個level 但是至少我們有收到相當不錯的訊息 相當不錯的signal 所以目前並沒有很悲觀 有位朋友說資訊治安上面 在政府機構有做哪些改善 這個呢很有意思 因為我進來剛剛已經說了 我主持的所有會議都會用逐字稿的形式把它釋出 那這件事情就是我一開始跟院長在做勞固協商的時候 我就提出了一個工作條件 就是不要讓我看到國家機密 所有的這個密等的這個東西 到我們辦公室之後就直接跑到旁邊了 我是連拆都不拆開的 那意思就是說理論上我看到所有東西 我即使是我在眼睛上面 裝了一個什麼自動掃描自動publish的 這種資訊公開法的這種自動的儀器 那個也是合法的 因為如果我看到機密的話 任何它只要有一個輸入是機密 整個輸出都會變成機密 我想這麼一大套的意思就是說 凡是國安會 或者是所有這個資訊治安 還有現在自動電軍 所有這些東西我知道的呢 一定沒有比各位多 因為凡是牽涉到國家機密 包含之前跑去演習這些部分 我基本上是不參加的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自動安全法就是這個很基本的 這個法案的policy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我有幫忙看 那大家看的部分也僅止於 就是培育資安的人才 確保就是說 如果對資安感興趣的朋友 他們一路從 就是去打國際比賽 其實台灣打資安國際比賽 是非常強的 打國際比賽 然後到進入業界 然後到 就是確保每一個不同的關鍵基礎設施 然後以及各級的 就是國立的各種機關 都有充足的 對資訊人才的這個技術服務的需求 然後去創造一個 就業生態系等等 那這個就是跟我之前在做國民教育 或者做中生教育 比較像的這部分 這部分我還有參加 但是其他部分 就是凡是牽涉到就是兵推啊 或者是打過來的時候 我們怎麼防禦啊 這些我完全不知道 絕對知道的不會比各位多 有位朋友問說 如何跟新世代進行有效的溝通 溝通對我來講 它就是雙方彼此傾聽的過程 也就是說不會只是一邊講一邊聽 然後這邊就都不講 而是輪流講嘛 那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說聽是當然有聽 然後就聽到了 然後點頭說我聽到了而已 但是我自己比較會做的是 所謂的傾聽 那傾聽就是 一方面當然是全身關注 可是對我來講 傾是有一個傾斜的意思 就是說我本來可能很平衡 身心很平衡的狀態 可是對方講了一些 我沒有預料到的 或跟我生命經驗差太多的事情 然後我會因為這樣而傾斜 我會不舒服 那但是呢我會 contain住這個不舒服 就是覺得自己不舒服 但是還是聽下去 而且一面在腦裡想 這種不舒服的情況 我在什麼情況下有過 能不能給他一個名字 能不能慢慢回到這個平衡的狀態 然後把這個過程跟對方分享 也就是說我聽到你的話 我哪裡感到受震動 或者是我哪裡想到了什麼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feedback loop 這個回應的循環是很重要的 如果雙方能夠彼此 多做這些事情的話 不管生命經驗 或第一手經驗再不一樣 其實都有可能進入 對方的生命經驗裡面 那通常溝通會失敗 就是因為說 我可能一開始聽到 我覺得太陌生或太不舒服 然後我就轉台 轉掉了 在心裡轉掉了 就是在外面聽起來 好像還有在聽 但在心裡面已經轉台了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當然就是很難有 真正的溝通的發生 所以我覺得世代之間 確實有第一手經驗 非常大的不同 但如果就是 願意互相傾聽的話 其實是還蠻 蠻容易這個 迷合的 我自己當然是因為 我每個禮拜都跟我 我媽視訊 跟我阿嬤打電話 然後每個月都回去 就是說是 是確保說這個 老一輩的朋友們 他們的生命經驗 跟我是有扣合 而且是定期的 有update的 那但是我覺得 另外一部分的原因 也是因為 就是對我來講 接觸跟我很陌生的 生命經驗的人 對我來講是一個 是一個享受 它不是一個 讓我覺得危險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基本的一個態度 矽谷的成就 之所以成為世界注目焦點 是因為它的制度 例如破產法 高度彈性的股票選擇權 我們推亞洲連結矽谷 完全不處理 制度上的問題 當然沒有機會成功 我剛剛就是在說 我們在做的就是 制度上的問題 不管是 當然之前 畢所行公司法 已經把一些 最highlight的部分拿進來 一股多權等等 那但是就是 好比上說表決的方式 或是中間的 非常非常多事情 其實當時 就是蔡律師 並沒有完全處理完 那好比上說 企業資產擔保 無形資產擔保 這些事情 其實一方面 我們透過V台灣程序 一個一個把它處理完 那二方面 在公司法擴大意見徵集裡面 也很感謝就是 修華委員會的老師們 給了我們很多 比較法上面的一些意見 那我們現在正在請羅密鼓 把它merge到 新的公司法裡面 所以我要說的是 我自己在接觸公司法 修法從最早必所行 然後社會企業 然後到現在的公司法大修 我們的基本想法都是說 這個真的是地基了 如果這個東西 它沒有辦法讓大家 足夠有彈性 尤其是讓 就是想要做一個新創 它business model 跟生產這個 跟既有的這些生產鏈關係 沒有太大的 這種新型式的公司 如果我們沒有留下 足夠多個空間的話 真的是會 就像這位朋友說的 就是它 它就是沒有辦法處理 衍生的制度上的問題 因為基本的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靠 函視來解決 那所以最近 就是我跟陳天馳老師 就是非常緊鑼密鼓的 在跟就是經濟部溝通 新公司法的事情 那這部分 我們接下來會有一個 可能比較update版的草案出來 也很希望大家 能夠繼續踴躍提供意見 我們剩一分鐘 接下來就必須要快問快答了 對兩岸網路交流的看法 其實我沒有在管什麼兩岸的 我就在入閣之後 我還是在杭州美術學院教課 然後 而且是就是我們這邊的 跟他們那邊的正式領導 都覺得沒有問題的 因為第一個就是 我教的就是這套 這個怎麼樣子 透過技術來進行溝通 它是非常沒有正式性的 然後二方面是它 我是同時把杭州跟高雄 好像高雄美術學院吧 就是把它merge在一起 然後呢 在虛擬空間裡面上課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這個就是在看電影 只是這個電影不是 一年前預錄的 而是一秒鐘前預錄的而已 然後二方面就是說 我是把大家引到這個 Google在張斌的那一台機器上 所以其實那也沒有 這個資安的問題 因為它的Data Center 事實上是在台灣 而且他們不用翻牆 就可以連過來 所以我覺得在網路上面 它確實沒有我就被綁架 被消失了什麼 的這樣子一個 就是生理上面的一個限制 那我是很願意 就是不管就是感興趣的人 是哪一個國籍 或哪一個國家去進行 繼續進行交流 那以上都不代表 任何其他同事的立場 就是我個人的立場 我自己是非常願意去交流的 然後當然就是在網路上 不是說肉體過去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現在剛好51分了 我剛好可以躲過這個問題 好了 但我現在這個 對於這件事情的理解 真的沒有比各位多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相信 不管 我剛剛走進來的時候 才看到說 他們要開一個記者會 然後說 什麼中油的供應 天然氣品質之類的 我也就是看到這裡而已 所以我進來之後 就開始設定這個機器 所以我對於這件事情 目前資訊沒有比各位多 但是當然如果就是院裡面 希望就是在網路上 或其他地方能夠更有效的 對於處置方法做傳達的話 那我當然會全力協助 這個院裡面的同仁 好 就先這樣子 謝謝大家 好 我們非常謝謝我們曾五元 不過今天這個演講非常特別 這個跟我們往常的演講 完全不一樣 而且沒有內容 完全由各位在場的會兄會姐 及時提問 然後由我們政委及時來回答 所以非常不一樣 那我們是不是再給我們 政委再一個熱烈的掌聲 好 那我們是不是利用這個時間 我們邀請我們協會的理事長 來頒發我們 謝謝我們今天政委特別播空 來我們協會東方領袖講座 來做個演講 請我們理事長頒發 我們協會的萬馬奔騰紀念牌 好 請我們理事長先回座 那我們先來邀請我們協會的副理事長 蔡副理事長 這個協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雜誌 是我們東方領袖雜誌 我們協會的劉副理事長 來自證我們瑋瑜禮盒 接下來我們邀請我們台灣數位廖董事 他今天有特別準備一個茶葉禮盒 特別自證給我們這個政委 謝謝 我們在場的會兄 這個最近可能在我們群組上面常發現 我們這個會兄又得到什麼榮譽啊 得到台灣之光啊 什麼獎盃啊 所以剛好今天借助這個政委的手 我們是不是也邀請我們南港輪胎的江董 他是我們這個中央警察學校榮譽校友 我們是不是剛好邀請這個江董上台 然後接受我們政委的這個獎盃 我們掌聲謝謝政委 我們掌聲謝謝政委 謝謝 謝謝